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大庄严论经 在大政上第四册272页上南到下南 过去有岳国王与大臣要前往一座大臣 图中看到有五百个乞丐 这些乞丐同声对国王说 布施给我 布施给我 国王听了以后他就领悟到了 他心里想 这些乞丐们在点醒我 我在过去曾经比他们更加贫穷困苦 如果我现在不布施的话 我以后可能也会跟他们一样 于是国王就说了一段寄送大义如下 这些乞丐们说过去世 他们其实也是非常富有 有很多的财宝 但是他们嘴巴说 我没有东西可以布施 由于这个缘故 所以这些乞丐们今天得到这样贫贱的果报 假使今天我也说我没有东西可以布施 那么将来我也会跟他们一样 召感贫穷的果报 这时候有位大臣名叫天法 他就下马很恭敬的和长对国王说 这些乞丐们大家都说布施给我 国王就对大臣说 我听到他们说的话了 但是我所理解的可能跟你的理解有一些出入 你所理解的或许是认为 这些乞丐只是为了乞讨钱财杂物 但是我所理解的与你稍有不同 于是国王就说了一段寄送大义如下 这些乞丐事实上他们是特意来点醒我 让我能够看到他们这么贫贱的外表 他们是提示我 之所以会召感这么贫贱的果报 那是因为过去迁滩 没有好好不实的缘故 放逸又气狂 才导致如此苦恼的身形 这些背下的乞丐提示我这样的意思 我们这些乞丐过去也曾经是国王 就好像众星中的月亮 如众星拱月 头上顶着宝物座的闪盖 左右又有很多有才艺的女士 许多侍从 按随 端正 庄严 大家都退居于旁 都会让路 国王看起来很威风的样子 虽然有这些美妙的事 但由于过去艰滩 没有好好不实的缘故 所以如今感得贫贱的苦暴 幸福快乐会迷惑你的心 以为都不会有痛苦 如果无法察觉的话 苦恼一定是随之而来 所以帝王您应当知道 我们现在是多么的困苦 乃是因为过去迁滩 您不要跟我们一样 应当好好修普师 千万不要落到像我们这样的果报 大臣听了这段祭诵之后 非常烦喜 和长对国王说 如佛说 看见别人受苦 不要只是远离逃避 不要产生嫌弃的心 而应当好好反省自己 国王今天真的是合乎佛的旨意 看到这些乞丐们能够省察觉悟 善哉大王 你的心思非常细密 能够察觉这些事情 能够善于了解分别佛所说的法义 大王能够了解实相 能够掌管统领大帝 可说是大帝主 真实不虚 为什么呢 能够善分别佛法的身意 有聪明智慧 明了通达 所以称国王为大帝主 这是当之无愧的 这位大臣就说了一段祭颂 大义如下 国王仁慈为怀 念念为了子民 可以称为帝主 这样的心意至高无上 可是这样的心意 不容易持久 要利益自己也很困难 人生非常难得 信心难以升起 财宝难以满足 而福田又不容易遇到 像这样每一件都很难得 如今这么多难得的事 能够因缘何合聚在一起 就如盲规伏目一样 实在非常不容易 大王像这样难得聚在一起的事 大王都已经具备了 所以应当要把握时机 不要轻易放纵自己的心意 人生如石火电光 烧纵即逝 无法长久停留 虽然是得到人生 但是人生为粹 不能永久保持 等到临命中的时候 两肩一下垂 种种肢结都舒缓 虽然有行柱坐卧 四种位移 但是举止行动 已经不能自足了 两眼往上一翻 就将堕入死亡的痛苦当中 虽然有亲属随时在测 但是看到你就要往生了 都非常悲伤哭泣 他们或许会用手来触摸你的身体 安慰你说不要害怕 但是你即使看到他们 这样安抚安慰 于事无补 无常路还是要自己一个人 孤独地走下去 只会更加地感伤悲痛 知道死期将至大势已去 即将走在漫长的死亡道路上 即使有再多的财物 也不能够当作无常路上的质量 当血脉气脉断结的时候 我们的容貌也会改变 使神频频来催促 就好像灯油没了 这灯也就跟着熄灭了 如果到了这个时候 谁还能够修布施 持戒忍入精进禅定 谁还能够修智慧呢 所以在使神还没来之前 就要精进修六度 这个故事提示我们 当看到别人遭受苦报的时候 不要默不关心 更不要起嫌恨心 应该考虑长远一点 思考其背后可能的原因 并反省自己 有没有犯了同样的过错 如果有的话 就应当赶快对质 再来 应当好好把握时光 在身体还健康 脑筋还清楚的时候 就应该要好好用心 修六度 不要无常一来 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以上以这些 跟大家一起共勉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